台南市政府蕭峰局 今年辨列6400万的金会 先买全身10台无线旅行的蕭峰车 台湾专期在蕭峰分队车 令超过15年以上的热骨蕭峰车 由市长委带到外边主席客董一席 这部蕭峰车上的特别的地方 就是水车的装备 整个空间配置 都由使用单位整个设计 搭着春富客第一帅 输旧的救灾车量 保障市民的生命在三昂转 只有这一席变得有算 并且射准处中央专案补助 和敏感观景 加速台湾15年以上的老骨蕭峰车 在这处备的开用的蕭峰车 分配有小型水箱车两台 最后蕭峰车一台 跟水箱蕭峰车七台 这些蕭峰旧往车量 从分化到全市10个蕭峰分队合物 请你紧报警 这些都将直接投入 我们各个大队 来负起维护市民财产生命安全的责任 尤其大家知道公寓散骑市必先利息器 那这些水箱车水库车 都可以马上形成极战力 那我们消防弟兄的训练 也会同步的加强 客同医生要在为議員作为建政 当然对市民生命安全的保护 議員都相当的支持 不管说是喷水洒水 挺进灾区 我们都需要更多的无人设备的一些资源 跟配合 然后来确保我们的消防弟兄在救灾上 可以有更多的安全 还有更多的一些精准救灾的一些方式 那在这边再次的肯定市政府的支持消防队 我们在市议会也会全力支持 消防车说明 新北消防车第一半 进化了座行安装行控系统 并进化行车事业辅助 万区警示 车型化工表释定 行车间隔整地 提升行车安装 并以照输用单位的输求 中国行水车配比资料行业 向上求作业 进化提升安装性向公寓性 记者送应和安兵哭采访报道